华人的女性也就是加州州参议员夏勒伯 宣布参选洛杉矶县政委员 她那举不必轻 能干的怀疑老婆何美梅出任竞选经理 而第一场的筹款造势晚会 华人社区是出钱出力 希望能够开出好彩头 像是我们非常忠实的支持朋友 我们跟华人社区有非常好的交流 那当然就希望我们在华人社区的朋友们 继续的支持我先生参议员夏勒伯 何美梅登高一呼选区第一场筹款餐会 华人热情支持踊跃来捧场 还争着拍照 夏勒伯夫妇也乐当活道具 单独照 团体照都来者不拒 华人热衷跟政治人物照相 可以当护身符 还有来自印度社区的铁票部队 我们从来自印度社区的铁票部队 参议员和总裁人员 华人和印度伊支持还不够共和党 重量级国会众议员罗伊斯 面对镜头为好友强烈的背书 夏勒伯和小朋友合唱唱一首不尽心 夫妻党加码的合唱广东歌也唱得呱呱叫 来感谢华人的出钱出力 翻开夏勒伯20年从政的资历 从地方议会起步 2004年进入加州众议会 08年转战加州参议员成功 2012年迄今担任参议会共和党领袖 受到任期的限制 参选明年落线了宪政委员 对选战夏勒伯是审慎乐观 而现任落线的宪政委员安能诺维奇 也因任期的限制不再连任 其次两人都是华人女婿 和华人关系密切 而和美媒操盘当竞选的经理 未来她老公的选战 是否能够开出红盘 各方都在看 多人新闻 吴中国李宗瑶在洛杉矶的 是的 是的 是的